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甚至花了两年的时间吃下了银架金型飞机 惊人的天赋让他迅速走红 给人们表演吃金属渐渐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不过这些金属吃下去身体能消化得了吗 医生对他的胃部进行了X射线检查 发现他的胃壁要比平常人厚上几倍 胃部消化液也比平常人要强得多 所以消化这些金属和有毒物质对他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事 但如今医学界已经有关专家对大叔吃金属还能够顺利消化这一现象 还是无法解释清楚 大叔自己也觉得是革命 不过他这种以金属带餐的特殊吃法 却给世界带来了许多神秘和欢乐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